我来问你 你斗风不平的剑法 是从哪儿学来的 我 没学 师兄 都什么时候了 还问这些 快想办法给冲儿智商吧 现在只有紫霞宫 能够维持他的性命了 维持 依我的功力 也只能够做他维持 你先走吧 我上去给他疗伤 师父 堂花别动 师父 师父 不用了 师父 别说话 师父 你不是说徒儿是属猫的 有九条命吗 师父 什么事啊 师父 松山派的陆氏书 和剑宫的人并没有走 他们就在山下 你叫所有的人多驾小心 我要给冲儿疗伤 是 师父 华山派要紧 你不能为了我损伤了真气 好吧 德诺 德诺 咱们走吧 大友 师父 好好照顾你大师兄 上个事倘若有变化 立即告诉我 是 我 你怎么样 六侯 我浑身不自在 那怎么办 要不 我叫师父去 别 六侯 帮我冻口酒喝 你说的是内伤 不能喝酒 哎呀 喝酒才能治内伤 咱们华山派讲究的 就是以酒氧气嘛 不行 行 就是不行 你 大师兄 大师兄 你 你想急死我呀 好 我给你找去 这还差不多 对了 你帮我把林师弟叫来 我有话跟他说 跟他有什么好说的呀 叫你去你就去 快 好 封兄弟 我发誓 不把岳不群从华山上赶下去 我成不忧 势不为人 成兄 没有左盟主 你斗得过岳不群 岳不群可是还有帮手呢 你看那六人身手诡异 显然不是正派中人 若是华山派跟魔教也有瓜哥 那 你说怎么办 我看 你还是先见到左盟主再说吧 不行 我们建宗既然已经来到华山 若让岳不群安坐于华山之上 我们建宗的严命何在呀 那我可就帮不上你什么忙了 不要你帮什么忙 华山派自己的事 华山派自己解决 你斗不过岳不群的 斗不过 那就是死 大师兄 你找我 坐 本来这话 我早就该告诉你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你父母临终之前 有话要我转告给你 灵尊说 你家福州襄阳厢老宅中 有祖传之物 让你好好照看 但是千万不可翻看 否则 后患无穷 襄阳厢老宅 那里早就没人住了呀 会有什么 这我就不知道了 令尊只说了这些话 多谢大师兄 那就好好休息吧 等等 小师妹 你要见她 你答应我 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好好照顾她 千万 千万不要让她受伤害 千万别像她 别像我那样 让她生气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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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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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大师兄 大师兄 你快去叫爹呀 大师兄 大师兄 小师妹 小师妹 大师兄 小师妹 大师兄叫你呢 小师妹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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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更何况胜负之术并非就在这一时 你说咱们逃走 不是逃走 是暂时地闭上一闭 我们现在是两面寿敌 左冷禅既然挑动剑宗的 风不平之流上山挑衅 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那六怪如此对待崇尔 你又杀了齐一 他们也定然去而复返 你我夫妇只有二人 敌众我寡呀 我现在最担心的 是那六怪当着松山派的面 杀了风不平 以路百之功力 不可能看不出 那六个人身手古怪 一定不是正派中人 你说这左冷禅 要是抓着此事不放大作文章 说咱们华山派与魔教有染 那我们真是陷入泥潭了 可是我们又往哪儿走呢 上松山 我要去见左冷禅平礼 当面问他一问 看他如何回答 就依你的话 咱们带着冲儿一起冲下山 路上再想办法为他疗伤 师妹 现在冲儿的伤势极重 我们一路拼杀 用不了半个时辰 他就会送命啊 那怎么办呢 现在 真是有些后悔 其实我在山上 应该把紫霞神功传给他 如果他学了紫霞神功 就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那就把紫霞秘籍留给他 现在成不忧就在山下 这五怪很可能要上山来报复 我们把紫霞秘籍留给他 那不是要害了他吗 所以 以我之见 为了保住华山派 就把大友留下来 这个大友呢 素来和冲儿最投缘 他也会高兴的 你我去嵩山 见左冷禅 速取速回 你看哪 好吧 但愿冲儿 能躲过这一劫 师父 师父 师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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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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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娘 冲儿怎么样了 大师哥他一时昏迷一时清醒 山下清醒怎么样 宋山和泰山派的人 好像都撤走了 只是看不见见中的人 德诺 你去把大家集合起来 只是不要去打扰冲儿 他现在有病 需要静养 是 德诺 师父 冲儿现在受了伤 你要担起师兄的责任呢 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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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来找你 师父说我们要下山 下山 师父说要带我们上嵩山 找左冷禅平礼 师父 那大师兄怎么办 师姐 你别担心 师父啊 一定会治好大师兄的伤 哦 二师兄说 紫霞密集 能救大师兄 大师兄是为华山派受的伤 说什么也要治好他的伤 嗯 小林子 他们说 剑宗上华山 都是因为你啊 我 嗯 我不认识他们啊 他们说 这些人表面上是为了掌门人的位子 实际上 是为了你们家的辟邪剑谱 嗯 不会的 我跟你说过 我爹从来没有提过有剑谱这回事 再说了 要是我家有这么厉害的剑谱 我爹娘又怎么会死在余沧海手里呢 师姐 我可不会骗你啊 谁说你骗我了 我们走吧 嗯 为什么要走了 是啊 这么好的地方咱一走都给人家让出去 对呀 为什么要走啊 就是 你说你应该走 咱们不怕剑宗派吗 怎么回事啊 我觉得我不怕他们 好了好了 真是 哎二师兄 他们说剑宗上山和大师兄受伤 都是为了林师弟家的辟邪剑谱 这话听谁说的 都这么说 二师兄 林师弟一来华山就带了个邪气 这话是不是六师弟说的 这话是不是六师弟说的 不光是六师兄 好多人都这么说的 二师兄 咱们要走 那不就是真的怕他们剑宗了吗 哎 听师父说呀 这就好比亲哥俩打架 剑宗打输了 现在人家找上来了 做亲哥哥的能跟人家再打吗 哎 这么说画上这地方人家也有份了 就是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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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别胡说了快打包 哎 咱们走神也不愿啊 还是愿林师弟 对不对啊 对对 就愿了 都怪他 我少说两句 快点 别在这站着了 快去收拾东西 剑宗一定还在山下 这次下山免不了一场恶战 师父 品质 什么事啊 你们不用下山了 山下那些人 既然是为了我林平之 才来找画山派的麻烦 那就由我自己下山 去对付他们吧 你找死啊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这性命 本来就是恩师给的 平之 谁说他们上山是为了你的 爹 大家都这么说的 那是乱讲 平之啊 这件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急或是有此事 华山派怎么能看着你一个人去冒这个险呢 这华山派就像一个家 家里人怎么能眼看着亲人自己去冒险呢 师父 平之 快起来 好 山儿 嗯 带着他去收拾东西吧 嗯 去吧 等一下 什么事儿 爹 走的时候一定要想着 去跟大师兄告个别 嗯 去吧 师娘 您有什么吩咐 大友啊 这次下山是万般无奈 为了咱们华山派百年大计 才让冲儿和你担此风险 徒儿只盼师父师娘早日平安归来 冲儿伤势很重 你要好好地照看他 师娘 你就放心吧 大友 不管是魔教还是正教来骚扰 你尽量要忍住 千万不可妄自丢了性命 嗯 师娘 徒儿记下了 嗯 嗯 小师妹 这回下山 千万不可像以前一样任性 凡事 都要让师父师娘知道才是 大师兄 你也要多保重啊 我一滴血都没有流 没事的 大师兄 你 嗯 千万别学我 兴事鲁莽 给师父师娘增加那么多麻烦 林师弟 好好练功 给华山派争口气 嗯 师父师娘是天下最好的师父师娘 不要辜负他们 嗯 师妹 师父说下山的时辰到了 小师妹 林师弟 你们也快回去准备准备 该下山了 大师兄 你 好 回来的时候 别忘了给我带酒 要带好酒 嗯 快走吧 别让师父师娘等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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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呀 大师兄 你给我起来 师父 大师兄 师父 前面就是三家级了 我们进不进 不进 师兄 这一带看来没什么情况 他们一定就在附近 让山儿跟紧点 山儿呢 平之 你师姐呢 她一路上不是跟师父在一块吗 包袱呢 在山儿呢 谁 什么人 给我滚出来 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明人不做暗示 各位 现身吧 原来是你 是我 岳不群 你以为可以一走了之吗 快把杀害封不平的凶手 交出来 姓封的是咎由自取 这跟我们华山派没有任何关系 呸 还敢诡辩 你若与魔教无关 那六人为何助你 那六个怪物是不是魔教中人 谁也不知道 再说 其中一人已经被我杀死 杀死 拿失手来 你 程不忧 你到底要干什么 赢了我手中剑 程不忧 任杀任寡 赢不了我手中的剑 你们弃宗就不要再上华山了 程不忧 你为什么要这样执迷不悟呢 废话少说 拔剑吧 techn不忧 和你一起睡 不行 这就要怎样 让你睡吧 参加极了吧 但愿他们平安无事 会没事的 大师兄 你就安心养伤吧 我就是想不通 师父他们为什么要下山 难道咱们华山派 就怕了他们不成 师父做事自有打算 万一要是有人来犯 你就一箭先杀了我 免得拖累你 你说什么 答应我 不答应 练猴 小师妹 是你啊 你干嘛呢你 我防着坏人啊 是小师妹嘛 嗯 大师兄 小师妹 大师兄 小师妹 大师兄 你觉得怎么样了 也没怎么样 小师妹 小师妹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大师兄 看 紫霞秘籍 紫霞秘籍 是的 爹爹说你身上的伤只有紫霞秘籍才可以化解的 哎 六猴 你一个字一个字念给大师兄听 自己可不许偷练啊 我是什么痞子 怎么敢偷练 师父也就大师兄姓名 破例以秘籍相守 不 这下大师兄可有救了 这事你可千万别对别人说 这是我从我爹那偷来的 偷出来的 那师父发现了怎么办 能怎么办啊 我爹还能把我杀了 你们说什么呢 我们 大师兄 你要好好养伤啊 小师妹 把紫霞秘籍拿回去 还给师父 为什么呀 我宁死也不违背师命 你 我好不容易才把秘籍偷来的 小师妹 紫霞秘籍是华山镇山之宝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哥 这是救你的命啊 你为什么要救我的命 大师兄 你糊涂了 小师妹带人关心你啊 林侯 小师妹 你马上把紫霞秘籍还回去 快走啊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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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小师妹 这怎么办呀 这 大师兄 六师哥 你一定要让大师兄练功 我得回去了 小师妹 小师妹 大师兄 大师兄 我真的认识了 小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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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放下 把手 休闲 你还不明白吗 东少霸 你在被别人当剑使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想死吗 没那么容易 今天我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饶你一命 但愿你能迷途知返 现在你走吧 走啊 师兄 为什么要放他走 我如果在华山脚底下杀了他们 江湖上的人一定会说三道四的 师妹 你带着大伙先走吧 平之 你跟着我走 是 师兄 你这是 我要去找珊儿 我们就在邀王庙集合吧 好 走吧 大师兄 你可醒了 听好了啊 我念给你听 不要 这是本派的不传之谜 你要我成为不忠不义之徒吗 小师妹千辛万苦拿来 还不是为了救你 正是因为 正是因为她拿来给我 堂堂丈夫 气瘦人脸 你怎么这么倔呢 小师妹要不是对你好 她能回来吗 她是可怜我 师父常跟咱们说 要从善如流 你就从一回不行吗 我念给你听 天下武功以炼器为证 大友 浩然正气 不要念 天兽 为常人不善养之 大友 凡以性把气 武夫之患 改姓报 姓骄 姓库 姓费 住口 你高声颂毒秘籍 大饭门贵 否则神幽而弃扰 交则真理而弃福 大友 否则丧人而弃失 不要念 费则心恨而弃促 大友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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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大师兄 六 对不住了 几个时辰以后 血道会自行解开 大师兄 алось 刺多 面 队 好 慢 快 了 没有 水 师父 师娘 师父他们不会有事吧 这样吧 我带人往前走 你留下两个师弟 在这里接一下师父 是 师娘 我一个人就长安 好 好 走 令狐兄 田兄 令狐兄 我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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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狐兄 我要死了 你要死了 我要死了 令狐兄啊 你 你做做好事 做做好事 杀 杀了我吧 田兄 田兄 你受伤了 谁害的你 一个老和尚 和那六个 混蛋 是逃苦六仙吧 这六位仁兄 当真世间少有啊 我也被他们给害苦了 可田兄 怎么上华山 都是那老和尚 逼的 老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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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啊 令狐大哥 在哪儿呢 令狐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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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这病鬼就是令狐冲啊 你才是病鬼呢 他是令狐大哥 可不是病鬼 令狐大哥 你怎么了 你日思夜想 挂念着令狐冲 我以为是怎么高大鸟头的英雄好汉 却原来是靠剑才能支撑住身体的小农包 这样的病夫 我不要她做我的女婿 义琳 咱们走 你 谁日思夜想啊 你 你就是胡说 你 要走 你自己走好了 你不能走 不能走 我身上的死穴是他点的 要也是他下的 田兄 你怕什么 你要真的毒发身亡了 我陪你死便是 这小子倒是有点骨气的汉子啊 这样的人才配做我的女婿啊 爹 令狐大哥受了伤 你就给他治吧 好 先治伤 我不用他 你说什么 他是你爹 怎么 不像吗 要不是为了我闺女啊 你就是八胎大教也抬不来我 多谢大师 不用了 领狐大哥 你就让我爹治吧 小子 告诉我伤哪儿了 在下被人打中了胸口 胸口中长 那定是伤了任没 来 大师 大师 我 大师 大师 知道 税 i 我以精纯内功贯通你任脉 报你公道伤愈 七八天之后又是一条生龙活虎的汉子 我不能提出 你用力 必担心 也不必担心 岸茜茜 岸茜茜 岸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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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子侠秘籍呢 我拿给大师兄了 你 你怎么忘了本派的门归了你 滚上 爹 大师兄是为了华山牌才受的伤 我 师父 您别再责怪师姐了 我们尽快把紫霞秘籍找回来便是了 都给我起来吧 跟我一起回屋去找 如果弄丢了本派的至上秘籍 看我怎么收拾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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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怎么了 没事 他妈的累死我了 这伤体内有六股真气 终于让我的两股真气给治出了 你放心 他 他死不了 灵狐大哥 你觉得怎么样 好想好多了 多谢伊林小师妹 你应该谢我呀 爹 算了 算了 不用谢了 反正以后咱们是一家人了 爹 灵狐大哥 你不要听我爹胡说 爹 为什么不说 你日思夜想不就是 discounts 嫁给他做老婆吗 爹ạnh 你等我 tart